今天繼續跟大家說底妝 夏天一度很多品牌都推出不同的 夏天適合用的底妝 今次就是MAKE UP FOR EVER 這個唇用的 和這個遮瑕膏都是舊的 今次推出一個魏素眼的 調色修飾箱 還有一個是 做光澤的 有些時間跟大家講解一下 平時這個HD系列就是高清系列 平時跟客化妝或調化妝 我都建議這個 因為很多時候這個遮瑕膏高 沒有那麼容易出乾紋 所以HD系列我最喜歡它的遮瑕膏 先說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叫油光液 輪廓油光液 是幫助我們把你想做光澤的地方 譬如T字位 譬如拳骨 法笨 那些位置去做 它有四個顏色 三個顏色 這個就是偏粉的 有些再金一點 再金的那些是搭配 膚色深一點的人用的 但是粉呢 你就可以令自己的臉 看上去那個 粉嫩效果會強一點 而帶金就是純粹做光澤度 所以如果平時是比較暗的話 帶粉的會比較適合你 它可以單用 單用就是你做完粉底的時候 按摩加上去 又或者你可以混合粉底 令到你的粉底看上去 很有光澤感 就像那些韓星亮亮亮的臉 但份量真的是1比2好 而這個修飾箱呢 它是專門研發給亞洲人用 因為我們亞洲人經常說要 高黑遮瑕度 但是又要很輕身 所以這個就是出到很輕身 大保濕和高遮瑕度 而且它有金油 所以它會有很重的保濕效果 而且它也有防曬SPF25PA++ 而且它有霧化功效 可以令到你的紋 你的毛孔 可以看下去滑 做到偽素眼的效果 它只有四個顏色 我再給大家看看它的質感 這樣滑出來的時候 就像平常的霜霜狀 之後一推 因為你要試了皮膚才知道 你一上皮膚你覺得它很濕 而且它是推得很薄很薄 感覺水感都蠻高的 它一定要加這個 如果你是很油的話 就一定要加一些碎粉 如果你不是很油的話 其實你上完粉底之後 上完這個修飾箱之後 它又不止完全滑不留手 但它又不是黏黏黏 你會覺得好像上完皮膚 但差不多吸收了的效果 你會覺得都蠻輕身和蠻舒服 為什麼我經常都會強調 有些人要上碎粉 有些人要洗 就要看你自己出油的情況 例如有些像這些霧化的底霜 其實它是不會黏黏黏 因為碎粉是想令妝 更爽身和持久一點 但如果你不是很油的話 就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它已經不會黏黏黏 它不會黏層 所以就不容易用 我們再看看它的遮瑕度 剛才用原子筆加上手背 例如我們推一下粉底 如果你想加強粉底的遮瑕度 你可以用按壓的方法 如果你問我 其實我覺得它和BB CC Cream的質量差不多 但是它會沒有BB CC Cream的那麼亮 即是沒有Cousin 也沒有Cousin的那麼亮 它會像是粉底 不過它又比粉底更輕 質感更舒服 遮瑕度我覺得一般 還未去到超高 因為我上了一層 如果我們多上一層的話 我們再用按壓的方法 重點加在你想遮瑕度的位置 如果加多一層的話 它的遮瑕度就會再提高一點 你看到會遮瑕度 就是比我們剛才遮瑕度 也會跌跌 好了 這個就是因為它是雅致了 所以光澤感不是最高 所以我們可以試一下再加這個 下去令它 光澤感提高 我們先試一下質感 它這個就比剛才的調色更加水 這樣塗上去 你看到它已經有粉紅色的光澤 都蠻亮的 所以它推薦是 一份的光澤感 再加兩份的粉底去混合 這個粉底 再拿走一點 因為太多了 這個粉底塗出來 就立即會比剛才 再光澤感強一點 即是如果你突然想 這個粉底看下去 再強一點 光澤的就可以加它